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這期的 Fraising Light單元 我是主持人 Pee 我是Edy 我們FacebookLight 主要就是走出戶外 挖掘一些饒舌歌手 不會為人知的一面 但是我們這一期 Fraising Light單元呢 不走上戶外 我們在室內拍攝的原因 就只有一個 因為 我要去拍攝 欸 不是 不是 是因為我們 桌上這一群玩具 對 你可以看到我們桌上 有比較日系的 肌肉人情假公司 還有比較美系的老玩具 而且這些玩具呢 不是一個 重量級的饒舌歌手 我收藏的 冰山一角而已 那我們就歡迎 這些玩具的收藏人 華語饒舌第一人 MC哈豆 哈囉 我是MC哈豆熱熔 一個宅男 對 因為我們可以常常在 我們狗哥的FB 還有IG上看到 常來PO一些玩具 想問說狗哥是怎麼 開始踏上玩具這條路 住宅啊 你會覺得這麼簡單 從大學的時候吧 就是20歲上下 因為以前 窮嘛 所以就是 慢慢買慢慢買 慢慢買 後來開始比較有錢之後 就開始賺錢 買很多 就是想要什麼就 虧弱 對不對 那 狗哥有出庫 你買到現在 大概花了 大概有多少 我覺得 我家的那些展示會 全部加起來應該 300萬跑掉 因為狗哥的收藏有重度 要的話 你所要收藏是哪一類型 其實我現在收藏非常單純 因為有些收集完全 他會收集的很雜亂 其實這樣也沒有錯 就是你喜歡什麼就去收什麼 喜歡什麼就收什麼 可是我是比較 簡單粗暴一點 要嘛就是日本的金肉人 要嘛就是 美國的那個 黑man 太空超人 還有一些跟 跟HIPHOP有關的一些惡搞啊 或者是一些 跟那個文化有關的一些東西 可是我看到狗哥的IG上 還是還會收藏一些比較少女心的 就像是我們的 山蕉魚 或是一些 貓吉拉 沒有那個 不要再誤會了 那個是我女朋友買的 那不是 不是我的 請問 這些狗哥今天帶來了 這麼多的 盡量收藏 覺得最有意義是哪一套 最有意義的哦 比如說這幾隻 HIMMAN的 吊卡 它這個是真的原版的 就是1980年代初期 所以距今已經是 30幾年的 這些老吊卡 比如說你看它這 它上面都有它 當時候的 打車的價錢 就是因為我 專門在收集這些 原版 而且一定要原版老的 現在這個東西 在美國都越來越少 如果這樣保存良好的一個 價格大概是 這一隻大概是 我記得我買是買 350塊美金 台幣1萬 對 就大概是 因為它是要 原封不動 它這邊寫 有寫你 對 1985年 對 狗哥是屬於把玩型 還是就是 寫完就是 來觀賞 我覺得是 看看狀況 比如說像這種 已經保存了30年 你不肯把它拆開來嘛 就是要它原汁原味的那種 這種感覺 對那可是 比較新出的 或是十幾年出的 其實我都會拆開來 可是我收集這系列就是 我要專門收集這種 都沒有拆的 所以是特別難找 而且有的時候 因為吊卡放很久 它會很爛很瘦 那我要專門去找 看起來比較完整一點的 那狗哥在保存方面 放閃氣櫃啊 放閃氣櫃 裡面有廚師之類的嗎 旁邊會放一台廚師 一直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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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小時 一直開一直櫃 哇 那除了這些 比較有意義的裝備 以上 知道狗哥這一群當中 哪一群到底是最貴的 其實 我收集的最貴 不會貴到哪一群 就大概差不多 兩萬多塊 就是其實我覺得 沒有很貴 就比如說像這次 它是一個比較限量版的 它這次就大概 兩萬五兩萬七台幣左右 兩萬五兩萬七是原價還是 經過草賣的價格 草賣的價格 所以它的原價可能是 還是它那裡在販售 它就是販售的很少 因為它其實金肉人嘛 它是 譬如說日文那個 29唸起來 跟金肉人的日文唸起來 是 陰很像 所以它那個 日本的那個玩具 賣都很賤 它現場販售 它就是限量29支 喔 所以這一個就是29支而已 對 全世界只有29 我是不相信它真的那麼少 可是它現場的那個 賣的號召 就是29支 所以其實買到的人 它隨便後來放網路上 那個價格就是 飄了三米倍 十倍都有可能這樣子 我覺得狗哥最屌的是什麼 它除了買這些金肉哥的公仔之外 它還可以聯名 這兩支應該是 就是狗哥前陣子 上海模型長 跟日本那個Spicy 對 我覺得其實因為我本身 跟金肉人是 沒有任何關聯 我只是單純 喜歡它 小時候看它的漫畫 可是這樣收集收集收集 收集到日本金肉人的 廠商要來跟我聯名 我覺得這也算是 蠻屌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 我都沒有利用我的 好像我是歌手 或是我藝人關係 說那我們來 好像剛好 完全都是被動的 他們來找上 我覺得狗哥真的很屌 如果你有關注他的個人FB 這些的話 好像是要抽獎 然後你要分享這些資訊 狗哥是真的會去為了這些抽獎 然後去分享 對 真的真的 對 它不是真的是 發自內心去買的 然後這個的話 配色的話 狗哥的發想是 因為他們是 找我來配色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 設計的顏色裡面 我要同時有 然後少女星跟超人魂 所以我故意選了一個 很粉嫩的顏色 因為很少有公仔會這樣子 設計這種比較鮮豔的 你既然要找我配色 我就要 用一個比較壞一點的顏色 然後粉紅色 粉藍色 這樣子 對 聊聊你 這一個 跟你自己聯名的工長 那時候就 也是經過朋友的牽線 然後就是 完成了這個 這次的聯名 然後其實這個聯名 我覺得有趣的 它叫Homies 然後其實我的計畫是 我想要幫 台灣的 很多饒師歌手 都出自己 的肖像的玩具 目前好像只有 狗哥吃了 對對對 因為就是我想說 我有這個概念 我一定要先率先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玩具大概藏什麼樣 然後其實我覺得 一個很有趣的配置就是 除了自己的臉之外 其實我們每一個饒師歌手 都配一個動物 狗哥就是狗 對 我就是狗 然後就譬如說 如果我跟 大雞呢 對 如果我跟大雞合作的話 如果你是動物的話 你是什麼 你會把你的一些 idea 概念跟我們講 那我的構想是 可以幫很多台灣的 饒師歌手 輸 那可是沒想到 這個發了之後 我就特別忙 然後 這個構思沒有繼續下去 可是我就等我這個專輯 忙完之後 我會開始繼續來用 這樣子 它除了會有固定的模型 跟一個動物的標誌以外 那它還沒有 一貫性的一些logo之類的 這個就是要跟每一個 比如說要做的 饒師歌手 我們討論 比如說上面就有我的一些標語 Oh my god 這個fucking rapper 然後還有熱狗啊 然後這個頭是可以直接套上去的 它不用另外拆 直接掛上去 對直接掛上去這樣子 還有一個我覺得超屌的 這個是2013年嘛 就對了 跟陳冠希做一張叫Super Brothers 然後它的頭是個USG 隨身碟 它裡面是當時放那張專輯的 對 它這個是有點盲抽的概念 因為我跟冠希是瑪莉路易嘛 所以它就是 其實你買的時候 你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然後沒有抽到兩個人 要一直買一直買 對對對 就是 我覺得它這個做的也不錯 對 我覺得蠻可愛的 就很像那個 Klay Thompson 嗯 這個很多人講這個可以講 狗哥對於玩具真的是 非常的資深啦 那我們酷 有為狗哥準備一些 玩具小學堂相親 狗哥來測驗一下 對 我們只能就是有淺到深 東東都有好不好 第一題 先來一個簡單的 他說狗哥認識這尊嗎 我知道這尊 可是我不喜歡這個 不喜歡 為什麼狗哥不喜歡這個 我覺得這個太流行 太流行 我們比較喜歡一些 冷門酷 就是我知道這個很紅啊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不喜歡的 我覺得 玩具這種東西 因為可能我比較 不能這樣講 我覺得我比較有那個 我要追求的東西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每一個玩具 它一定是有背後的故事 一個金肉人 它是我小時候最愛看的漫畫 對 我聽說過 狗哥就是金肉人的會長 對 就以前我還有幫他成立社團 是雅虎的嗎 跟雅虎的時代 雅虎加金肉 對 那比如說那個Hitman太空超人 是因為我小時候喜歡看那個卡通 我覺得這對我的小時候 都有很多成長的記憶 因為比如說小時候我爸 他其實不在台灣工作 他在國外工作 然後我就記得他 每次 你知道工作出國回來的時候 他都會帶這個玩具給我 所以有時候他這個程度是 我跟他之間的一個記憶 跟他對我的愛 可是他那個 我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可以支撐著我 就是他還有什麼特別的故事 所以我對這種東西 我就不感興趣 所以對於 這些玩具 其實是有一份親情的這件事 就是回憶啊 也沒有啊 就是喜歡 因為我本來就喜歡那種 每次掉卡 然後這種東西就是 掉卡中的至尊 你知道嗎 就是已經它本身就貴了 然後又要找到這種 完整的 對 所以就是 多年了 我真的是 每次每次都在家一直看eBay 一直看eBay 然後就是 在挖掘的過程也很有趣 第二題好了 是問一下狗哥 這隻的話 這個造型 對這個也沒有 也沒進去 你跟我講他有什麼 故事或文化 或是什麼特別的 這個問題非常好啊 我也拍子到 對 它就是一個藝術家 設計家創造出來的形象 然後 很多各種木頭的顏色 可是很多人收集這個 這個也很貴 它有很大真的 我知道 我不會排斥 因為我講過 其實每個人喜歡的那種都不一樣 可是這個就是 它再便宜再貴 我都不會想去買它 嗯 那我們 第三次 我覺得狗哥應該知道這隻了 這個我就稍微可以喜歡 狗哥也有看過嘛 這個也是老的 這個也是老的 老的玩具 鯊魚翔 狗哥的話 以前也看過鯊魚翔 看過 可是沒有特別特別喜歡 可是就是以前看過 這兩隻是誰 這是我們同事 對我們同事在 他也喜歡這種鯊魚翔 所以他等等 那個 不知道 狗哥想收啊 我等一下 對 回去跟他提醒一下 狗哥要的 狗哥剛剛講的 就是他玩具特別 看重他的 本身自己的情懷 那我們 接下來這兩隻 也是我們 酷非常有情懷的兩隻 這隻的話 就是我們 褲跟 Toy 2 狗哥有看過圓形 還是狗哥想要嗎 就是太可愛 太可愛 就是 因為其實可愛 我可能因為其實 我喜歡那種可愛 是他有點 笨笨粗粗的 你知道 就是有點 原汁原味 我覺得他這個有點 剛好卡在 中間 就是我覺得有點 太可愛 不過這還行 還行 你剛剛那個人 哎唷 聽完這些 模型了 我們畢竟還是要問他一些 有關於嘻哈的問題 不要問嘻哈 嘻哈太無聊 玩具多美 在玩具面前 無聊也沒有 那我們要不要先把他收起來 收起來 但是 這當中我們有看到一些 一些比較 嘻哈的玩具 像Eazy-E Eazy-E的 對 比如就像這隻 現在因為就講回來了 Eazy-E 講回來 其實他這隻是 翻完Heatman的原型 嗯 太有說了 然後他是把它改成 饒水歌手 Eazy-Eazy-E 所以他這隻也是 美太兒出的嗎 不是不是 這個是 一些獨立的 一些玩具的廠牌 他們自己出的 然後這隻 他原價 大概60美金 可是我 買不到 因為我真的太想要這隻 然後我怎麼買都買不到 我後來就很不爽 我就在Ebay上買吵架 然後買了大概就 兩萬 這隻就要留 兩萬 兩萬台幣各位朋友 他原本是掉卡嗎 對對對 然後我就把它拆開來了 受不了了 受不了 想把玩 太奇怪了 這隻也是一個我朋友做的 就只有這隻 然後也是改成那個 Eazy-E的那個樣子 他本來是去 拿這隻去參賞 他本來訂了一個很高的價格 然後以為賣得掉 結果賣不掉 結果後來我就用 兩萬跟他收 他本來是要賣 三萬 然後後來就是他賣不掉 他就說好啦算了算你兩萬 那因為看到就是有Eazy-E的公仔 那你想請問狗哥在家裡有沒有其他 老蛇歌手的公仔 有啊很多欸 其實很多老蛇歌手都出過他的 像類似像我這樣的公仔 超級多 Tupac也有出過 有有有 BIG也有出過嗎 那什麼 RUN DMC NILI NUDO 其實很多很多都有出過 狗哥這些都有 我看過嘛 幾乎都有 幾乎都有 畢竟有收集很多國外的老蛇歌手 那你想知道狗哥最喜歡的老蛇偶像 我喜歡周鞋人 周鞋人 真的 大家的偶像 他賺好多錢 好爽 原來是你 住在那個大岸森林公邊那個頂樓 我的感覺就是讓人群顯 好嫉妒他 好喜歡他 那關於音樂呢 狗哥之前最常聽 哪些老蛇歌手的創作 基本上都會聽啊 對 我之前是 最喜歡那個 Lupe Fiasco 可是他後來就最近好像 沒有出什麼新的 之前就是 就是比較全盛執行的時候 就覺得他好厲害 我覺得他的現場特別厲害 而且他的現場的配置 都是用很多真的樂隊 不管是他的作品跟他的現場 我覺得都特別厲害 狗哥好有說過嘛 就是阿岳開燒烤店 然後頑童開服飾店 狗哥自己想開一家玩具店 對 所以未來有這個打算嗎 有啊 有 有有真的有 真的有 而且我玩具店是要複合式的 這賣咖啡對不對 裡面就是有 它是打電動 請一些 那一定要去朝聖的 那一定要朝聖的 這個已經要去 這個一定要去了 這個一定要去的 對 今天非常感謝狗哥 我們華語老舌第一人 來到我們Fresignite單元 然後也跟我們分享了這些 關於玩具的收藏 然後如果你喜歡本期以上的單元 也請分享 訂閱 按讚 或者留言 讓我們知道 這期的Fresignite單元 下次見 掰掰